应该是YW战队 一万 好 好 经过激烈的这个 准备之后 我们的讨论之后 我们激烈的讨论之后 选手们非常认真的准备之后 我们比赛终于要开始了 那我们进入第一场的比赛 欢迎大家收看 斗鱼决定生黄金大奖赛 第四季线下总决赛 FTP模式第一天的第一场比赛 是的 第一场航线还可以 相当友好的航线 让大家互相试探的 这个机会是非常好的 不是那种非常极限的 我们知道小岛上空略过 它稍微就是非常偏西的航线 这些大家是比较尴尬 因为有些点需要去转移 那么就会导致在落点上 不会冲突 哇 疯狂想在剧 那么像这样的跳点 对于这个航线 对于NW来说我就高兴了 刚才应该就是落了圣山 对 就是我们看NW现在在Y城 他们也有可能去Y城 因为他们要观察周围 而V战队跟捞月狗 可能要在S城周围打一波了 这个真的不太建议 因为16支队伍资源点还是挺多的 非常多的 转移也不错 对 视角给到了我们的明星选手 17兽 不用说 这边的跳点是非常固定 他们打完也很固定 瘦瘦直扎成蛆 然后其他的三个人先去 屁城四周去找车 对 而且他扎的房子 这个房子是极为固定的 很容易被沾队 刚才其实看机场那边 碗落下来的话 应该是有两支战队左右 应该是阿斯卡的那边 落到了军事基地 然后FGA那边可能要去N港 看一下再转移一下 之类的环岛吧 我们看到安全区也已经刷新出来了 对 捞月狗跟 威亚一样真的要在这里刚一波吗 仿佛并不是啊 我们看到捞月狗其实挺散的 散得很开 对 威亚一样我们看到 他主要占据的是S城的南侧 包括我们看到 他已经空了一辆载具 对 以筷子为中心的一个西部的圈 所以说这个航线 我们刚刚看 现在有60%的队友还在圈外 那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刷新节奏 整个战队的一个进圈的 时间的掌握是要非常的精准 对 有些战队甚至我搜到一分多钟 就已经开始转 对 转点来说非常的关键 看这里 小智开车过来之后 队友扔了一把枪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由于刚刚这个航线 初始的位置受限 导致大部分战队现在在东侧 对的 还没有进圈 对 我们看到西侧 西海岸线 包括西部荒野 以及Gataka这个小镇 还有G岗 是现在空无一人 其实我们觉得 有些战队可以在空完载具之后 直接西迁 相信我们不小战队 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就是西迁之后呢 你还可以就地打打引 在站点的时候 周围的一些防区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重复 地图很大 战队足够让你们去发挥 前期运营 前期的两个圈的一个运营 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ASCAR的这边也爽搜机场 看样子对于机场 小岛上面这两支战队来说 你有可能会采取分兵战略 我一个人先进圈 找一个点 后期好接应队友 对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我至少要把桥守住 是的 对 因为我们看到 刚刚我们的印象当中 安全区是囊括了西桥 所以说西桥的战斗 可能也是我们这场比赛 一个小亮点了 这一场比赛 因为东桥的话 可能会有舍近球员往这边走 但是要从西桥走 他们的缓冲时间会更多一点 毕竟西桥是在安全区内侧 唯一想不到的是 R城周围竟然有三个队 COG是占据城区 然后刚刚余万是在四合院 对 是稍微 东侧 靠近东侧一些 然后QG他们是在 学校那一侧 教育公宿舍 以及宿舍楼 那这一片的载具的争夺 就极为的激烈了 对 除了这个余万站的这个车库之外 包括我们刚看到 COG在的R城城区里面 就是陆南 包括陆北的马路边 陆南的最东侧的车库 这两个点 包括这个R城 还有就在西侧也有一个车点 对的 KSG这边是姗姗来迟 但是很好 人家已经进圈安全区 对的 所以我们看到 KSG现在没有装备 但是它来到了一个 非常复数的地方 对 寄港的下城区 我先进来再搜索 对 这样的话 其实给他们前两个圈的 压力会小一些 其实他们心还挺大的 连集装箱一起都占了 其实对于刚才 在这个安全区来说 我比较考虑的是 外面像天鹿 还有像老跟爹这样的战队 他比较偏对反向 那他进来的时候 有几率就要经过 我们P城 P城的北边或者南边 对 实际上我身上背的这个枪 也是新的皮肤 其实我们这边看 刚刚谦逸说 天鹿和老跟爹 他们的进圈 我觉得按照地图来说 撑死两公里 就是说我们一直 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对 选中心点 还是压着边走 是的 这样就看老跟爹和天鹿 这一局 他们是如何抉择 因为我们刚刚说远 远的话可以卡边 因为远可能你很难 能够直接进圈 找到一个核心位置了 因为你会发现 你进去的时候 别人都在了 但是我们第一圈的面积 足够让这么十六支战队 相互安好 对的 这个捞月狗 跟魏战队也是啊 都先后转移 对 都挺着急的 但是那边 土豆Boss跟老闪 好像是要接一下吗 还是他俩都有载具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说了 捞月狗和薇亚安 落的是同一个城区 是的 但是也不着急打架 直接选择运营 就是发展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节奏 这样的话 落地之后 如果不是因为强载具 或者真的是冲了脸 对 通常情况下 大家都会保持理智的吧 对 毕竟我们刚刚说十六支战队 在地图上 可以去腾东的空间 非常的大 对 是的 这个J-Team呢 也是占据了一个在 MELTA 在东部的交通咽喉 对 哦 提车点 MELTA周围 对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但是无奈啊 没有在安全区里 也要早早转移 但是这边MGA是在N港 如果说他们有想法 从东桥走的话 很可能会在东桥 与这个J-Team 在乔MELTA的西侧那边 可能会摩擦一下 是的 这边 天鹿跟BA 已经在转移中了 对 而且好像是分兵状态 我们看地图上面 正在倒数的这个秒数啊 40秒以后 电网就要开始收缩了 对 BA的这边选手 坐在后面就开始 火力压制 这个蹦猫后坐带 一般说是 这个孤儿坐什么 就很容易被打下了 对 所以说在这种 相互大迁移的过程中 如果说坐蹦猫后 还坐人的话 真的是要选择好路线 因为这个车也是很难开的 而且他们是让了一下 让他们先走了 对 省得你真的是运气好 将我后座的选手打下来 嗯 陈雾 这边 这边的位置应该是我从 有意向要开始 往安全区当中进发了 陈雾是 爽搜机场的队友 他优先出来探点 而恩港的探点的是阿聪 刚过去 就在下面 阿聪现在就在桥上 我觉得阿聪这边 可能要先到 大岛的西桥头 是的 等待其他的 他的三名队友 陆续地赶到以后 对西桥进行一个 伏击战 我可能是这么猜想 伏击不伏击 无所谓 但是自己要先过去 保证自己能过 阿聪这边过去之后呢 因为刚刚可能 陈雾不知道 看没看清楚 车上几个人 对不对 他默认的肯定人 比较多一点 最少两个吧 我觉得他 这边 QG 太难打了 这要打下来 哎呦 真打下来了 小林立 刚才采访中还说呢 担心 但是看一下 很呆萌的 想到第一个人头 就是天路的 刚说完 第一个人头是天路的 对 天路的这个 很厉害很厉害的103 103 对 没错 天路现在站位 有点被包夹的架势 是的 从上这边先到桥头 然后发现 阿斯卡的已经转移 而陈雾那边 其实是观察到 就跟队友说 OK可以转移 这两个就都过来 我们通过地图信息 看到这个阿斯卡的 有一名选手 就是说陈雾过去之后 遭到了阿聪的压制之后 他的队友也是 在小岛那边 稍微调整了一下 现在继续过桥 没有陈雾应该是 在山上稍微停留一下 他也是他们队伍的 一个支点 他在那个加油站 是怕被别人包 山上可能 视野稍微好一点 天路在有形成 有波火力上的输出 对 就是不知道现在 FGA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是不是也要进圈 就是大盘机的走岸 OK 我感觉这个枪这么沉 我觉得大盘机的 这个后座 可能有所增加 我刚看到枪的抖动 是非常地剧烈 是的 也可能是站起来的 我们看到X8 天路在转 又一位选手 打下来了 村长 这在转移过程当中 总是两员大将 对于天路来说 是很难接受的 懒洋洋这边也很危险 下不下车 我们刚刚讨论到 天路和老干爹的问题 就是他们离车是最远的 那么他们转移是 选择什么样的策略 踢成北部 其实真的是 像这个安全区 很多战队总想到 你不是从屁成南 就是屁成北 那你就可以守住 这样就能收一波费 天路经历了两波了 已经一个是BA 然后一个是刚才的 我们这边COG 所以就是天路选择 直扎中心 那么就导致了 在转移这个路程过长 会给敌人造成 非常多的击杀机会 就看他这一波选择 到底值不值得票价 对 果然这边 应该是一个反包围压松 但是不知道FGA 其他选手到底在哪里 而桥底下不远 还有一个J TEAM的老猫 这边看到J TEAM 也是从MELTA 直接吸进进圈 然后来到了 这个黄金十二宫的位置 从这边如果真的溜了的话 他这个支点的意义将失去了 他的队友如果在过桥当中 对 因为这边阿斯卡特 是一个满边转移过来 如果说收获到了 桥头的那个商店 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我相信阿斯卡特 会全员对这里进行一次进攻 我觉得从上回开车走的原因 应该是队友暂时不能到位 对 对 对 还是不要冒险的好 前期吊人的话又拉不起来 对 实习战队又占领了 山上的这两个黄房子 曾经也跟他们的总监楼哥 讨论过这两个黄房子的意义 感觉并不是那种极为优秀的房区 对 因为本身这个黄房的房型 就是一个一攻难守的房子 对 对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房区 是在季岗的山脚 季山的山脚下 山脚下 山脚下会导致你的视野 是有一半几乎是看不到山顶的 可以 被打下来了 DCR 小林的枪法可以的 QG今天在山上的一个 对 打野 收费 对 打掉了老干爹的 DCR 这应该也是要试图从 剃城北部左右进圈 其实已经进来了 但一波冲脸 可惜 咱们刚才开赛讨论之前 这个老干爹和天鹿 这是咱们刚签一点名的两支队伍 对不起 担心他们的进圈 这两支进圈 全部遭到同样的命运 对 其实这样就还好一些 就是他们要拉开阵型 曾经他们在这里跟211 他们打了一个有来有回 对 好 瘦手被马牛牛撞倒了 这边决定今天晚上 宵夜是由谁出资 这已经不是一顿能解决的问题了 刚我们说他们和211 他们战斗也是在 就是一个在陆南 一个在陆北 211一直在陆南 等待着 陆北等待着机会 但是看到青木川一直在动 这个场景 相信大家在金星餐看过 是非常的印象深刻 说起宵夜的问题 肯定是马牛牛出 富可迪国马牛牛嘛 这边捞月狗也是占领了一个山头 曾经这个龙脊山脉 在我们之前的比赛当中 有很多队伍在这里吃过甜头 他们肯定还要来的 他们在这里打得很好 像牛逼天鹿捞月狗 对 是的 现在这个安全区 如果站到龙脊山脉的山头的话 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后几圈的时候 可能压力就会大一点 因为上山容易下山难嘛 对 而且包括我们精英赛的 BA和底下的立志 AST好像是 也是在龙脊山这块发生的战斗 是的 电网即将收缩完成 老干爹脸上一个空头 不是赶不赶紧 对 我们看目前安全区 其实面积是非常大 水域几乎是没有的 对 200发子弹 三级 咱们都已经膨胀了吗 三级头都已经你知道 忽略掉了 忽略掉了吗 无所谓的了吗 对 三级套嘛 是的 没个包 随着现在安全区面积越来越小 虽然我们刚说地图够大 第一圈够大 导致16支战队会分得很开 现在也是慢慢的在缩小 对的 地方的人均密度会变得越来越大 然后JTEAM这边 JTEAM他们也是平安过桥了 阿斯卡的应该是放弃了桥周围的堵截 而FTA却还没有过 好像 阿斯卡的就在我们说的这个P城南侧 一个马路左右各有两个山头 他们也是在圈内选择了一个西侧的山头 而且是现在目前来看在第二个圈的边缘 那么下一圈很有可能也要转移 目前来说80%左右的队伍全部来到安全区里 对 现在来看的话 比赛进行到这个时间段 再进圈的战队应该就是晚进圈的战队了 那么圈当中覆盖了很多战队之后 就会被人家卡一个 就算是卡一个尾巴 对 老友哥这边听到了余万的山脚下的车声 对 我开车经过我脚下 他还不把我当人看啊 容济山这个面积还是足够大 所以说他们想奔袭过去进行一波 骚扰还是有一些难 车的速度还够快 而且看到余万这边是一个车队 而不是一个车 所以现在捞月狗这边还不着急要开火 我先看看四周到底都有谁 对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集中进圈的时间段 是的 捞月狗其实我觉得现在做的更多的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也没记得开枪 也没记得对山脚下一些对我进行打压 他现在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息的收集 嗯 天鹿的余万应该是跟自己的LYY懒洋洋分开了 嗯 不过他还敢打 就那两拨冲击真的是对天鹿的这个打击是太大了 我们看到在第一次转移过程中减员两名 而且剩下的两名队员也是天各一方现在 对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余万的狙击枪的备弹 应该比物流的要多好多 狙击枪98k的备弹是126 而那个556的备弹只有几十发 余万心里计算啊 就是两颗子弹打倒一个敌人 对 这就随便打吧 刚好完成 刚好完成现在场上所有的淘汰 哇 余温这边现在情况 还有两颗子弹送给自己 真的是告急啊 对 一颗打倒 一颗补掉 就这种时候你一定不要露雀 你要打来打去的 就一个人扮演整支队吗 就宣告我这边是有人站的 你不想过来就可能被打 其实是一个人 余温一个人的话 如果说有满面队我要经过这块 想在这里进行调整 他可能会摸过来 对对对 这边土豆豹子想哦 诶 还可以 没中 进行了过多的信息收集之后 捞月狗他们终于也是开枪了 对 心态那边刚才露了个侧身 但是没有被打倒之后 迅速跑回房区附近 这边捞月狗他们阵型拉得非常的开 离着还是蛮远的 所以看龙脊山 左右最远就差不多有200米那么远 对 而且龙脊山的南侧 我们看到队伍已经开始进行 因为他们现在目前圈中间嘛 对 进行无压力的打靶了 对 其实也是骚扰 毕竟太远 不过目前来看 际阵还是没有人去选择的 有 这 King战队 这些房区站得舒服 周围都是那种小背坡 小丘陵 给人的感觉就是可以打的靶了 这个才是非常好的打靶位我感觉 尤其是在TPP的比赛当中 而且King战队这个房区在北侧啊 它是有一个小的山坡 上来先修人家吧 对 CUG这边相互成为邻居 那么在我们之前一直讨论圈不动 他们是好邻居圈一动就要反目成仇 这空头竟然被NW剪了 刚刚老干街贴脸都没有剪 包括在我们刚看到空头信息 现在在龙脊山的北侧 也是有一个空头的 是的 捞育狗这边应该是看到了 哇 杏鲍菇果然是性子比较烈啊 就是小饼干 对 果然是 你就给人家说回去了 有时候最早以前叫的名字杏鲍菇啊 对 小白哥都有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微博上 小饼干也说 这个是笔 笔心的笔 好 这刚才咱们说过了 就是我们懒洋洋同学啊 因为是自己的一个房区 刚刚经过三个人的包夹之后 现在老干爹又来到了附近 对 而且老干这边不喜欢用载具的话 很可能有一个声音的问题 底面的蓝羊是听不到的 肯定听不到 慢慢摸过来 对 它FPP视野是有线的 不一定都知道 除非人家底下贴脸 这边COG是否要搞一波事情 知道你KING站队 刚才是驱车来的听到了 还在观察X吧 对 我就刚说了 圈不动 好邻居 圈一动立马反目 对的 COG刚好很巧合 来 一个 补掉 先拿分 但是自己被击倒了 淘积窝 淘积窝 随时掏了上来 其实他们是没有察觉 这房区可能有人 对的 一个在前面吸引火力 一个上楼 对 淘积窝那边 X吧一个是非常的危险 对敌人在一个 非常刁钻的角度看见他了 就是这个 废弃的小车的那个缝里 我们看到扔了一颗震报弹 对的 闪白了 走啊 对 走完还不错 在侧翼维护住了自己的阵型 X吧这边 仿佛在被原点补吗 城防克是一个三打三 特技还在远处 翘翘输出 X吧 在远点干扰着 COG他们的战斗 比A1是抢了一个人头 17他们也在帮助着 这个COG 对的 就是进行 就是说他们这一次交战 是在众多人的眼皮底下 是的 都能够干扰一下 这样的话导致 两个主战场的队伍是非常的尴尬 是的 你说我COG跟KING战队打来打去的 人头都被别人抢了 都被别人拿了 一个二十 一个二十 你们收的愉快啊 阿斯卡的这边 想要上山 但是捞月狗在山头一带牢 对 这边已经是做好了 所有要冲山武器的防御准备 S这边应该是凉了 哎呦 涛涛那边应该是被17打下来了 被青木川打了 然后 对 哦 还好 还好 就两边各被山上 以及山下的战斗打掉一名 差点被抢 两边进行了一次交战之后 各检员一名 即使我们这场上可能只有16只队伍 但是 很多的队伍 他们 对于这个视野的把控很优秀 所以就会出现那种 虽然是我们两队在打架 但是可能会引来第三方的注意力 现在天鹿被淘汰 对 我们刚看到天鹿的两名 最后的队员是天各一方 导致一个是被老干爹打掉 另外一个是在进圈的时候 应该是被打掉 对 听干爹知道 这里以前是好 不过现在就没有那么优秀了 要投铁赶紧开车 要往远处走一下 看看是不是要把队友放下 还是要架下枪 第一 这个防区 优势在于它有一个 两边都有一个坡 如果在第三人称视角的话 可以利用这个视野的优势 但是在第一人称这个视角 我们刚刚打过一战之后 King战队也侦察到 周围是有很多人干扰 所以再加上圈的缘故 他们可直接选择转移 别个战队这个开车的地方 其实挺难开的 秋灵加上一技不远 上去还好 老刚才也是只剩下新版掏机窝 对 刚刚其实也是被偷一个 而且被强行补掉 小金扇 死得非常憋屈 新的电影竟然刷新 也就是决定了 龙几山上几只都有视火下山 山还在 一个很远的切脚圈 不知不觉当中 FGA已经站到了山脊的位置 BA战队不知道 现在有没有嗅觉 如果有的话 一体是有人的 因为QG就在他们后面 FGA直接是摸到了圣山上头 现在跟捞月狗形成了一个对峙 而且山下好像还有想偷偷摸上来的NW战队 我发现NW这局应该是空投王追梦小队 NW他们其实对圣山的那个山脚是情有同众的 不知道这次小饼干过来之后 有没有在这个爱好上有所调整 要知道他们人均的身高提高了 人均的体重提高了 人均的胡子提高了 看到17战队在山脚下 是不是打得更凶猛一点 趁现在这个状态转移 趁山顶上互相这个制约的情况 不过离他们很近 我们刚刚VIA这边是知道的这个信息 对 说说将阿聪击倒 这我们刚刚说到FGA他们是在山上 然后说他们在山脚下 山脚下 其实看17不正面面对前面的VIA 然后是反而去对山顶的队伍进行打击 那么可能他们没有发现VIA这边有人 对 而且VIA应该是没有漏声 对 其实魏战队这边感觉隐藏的很深的 是 但是捞野狗 那是看到了BA战队 这边围绕圣山队伍实在太多 深深将掏鸡窝淘汰 那么现在老干爹只剩最后一个选手 是的 魏战队三番也是打掉了大惊 侧身 这是NUBI在集装箱 对山上的队伍 但是没有发现后面的鱼腕 没有提现鱼腕 但是卡尔应该漏声音了 谷苗苗 谷苗苗这边很危险 马上贴连 对 已经将心态打到 第二个 哇 谷苗苗 谷苗苗应该凉了 马上倒 哎 新鲜没打 雷霆也没有杀鼠机装箱 那么现在将两名鱼腕队员补掉之后 现在局势变成了三打二 然后现在看到新鲜是直接选择从左翼拉近 山上也是非常激烈 XT 瘦瘦被一把UMP9偷了 土兔 土兔 魏战队刚才居然在三腰上打17 对17兽 已经移动了 17战队应该是直接被团灭 被淘汰了 对 土兔1V3 一把UMP9 因为根据了版本的更迭 现在这个 威冲 它的整体的稳定性 以及威力都得到了一个好的质的增强 对 而FGA这边也是听到下面打得那么热闹 对 赶紧过来 发现了 阿聪这个什么劲 这应该是一个显示bug 吓我一跳 我们看右上角 辛巴是被电网淘汰 那么单跌队就已经没有人了 BA的PIG 一名大将 被偷掉了 对 直接被偷掉 这是个消音 那余万刚才那两名 不是绕开了 就是已经被打掉了 应该 其实他们应该知道 集装箱这里是有人的 刚刚这边打得那么热闹 应该是被打掉 应该被打掉 你看到 他们要去转移的话 应该是为了小弟 所能看到的 对的 QG战队必须要突破捞月狗的防线 因为电网已经收拾 他们被架子在电里 而且捞月狗是顶在了白犬的边缘 对 这样给QG的一个 站位的空间是非常的小 捞月狗这边经验很足的 没有去管FGA 对 留一个人看屁股就行 但是看屁股那个兄弟倒了 对 就刚想说 他尾巴上架枪的那一位 没有输出了 现在阵型非常集中 对 通过小弟图看到 而且枪线的分析啊 FGA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顾及捞 对 这是 哇 December 这样抬了QG一手吗 QG已经是险些 进不来圈的队伍 对 好 近点 看到了 实际萨萨 还是将注意力转移到 刚刚打掉他们队友的 BA战队 然后也就导致 QG那边摸过来之后 他没有第一时间的开枪 是的 他现在有点孤立难缘 明知道QG那边在救人 在休整 他又不敢抓自己 在后面 帮忙打倒 对对 但是如果我们这边 想要 捞越狗想要上去补的话 依旧会进入山下BA的那个枪线里 这个圈还在龙几山 而且将防区刷的 只剩下NW在的那一个脚 脚 文绍 啊 袍子好准备 袍子的 mini 对 好 这边贴脸了 冲了 这波龙几山的战斗 最终是QG战队获得了山王 对 也在BA抬了他们一手 嗯 你包括后面的 这个土豆boss倒地 也是在原点打倒的 是的 其实FG这一侧 他们当时应该 去拼一拼啊 拼一拼 准备往山上那边走 嗯 现在子澜 哇 终于找到防区 我要打一下吧 这个NW现在状况不太好 120发被战的 170发 170发 170发被战的M24 而咱们要给观众交代一点 我们先用的是本 游戏版本的最新的版本 那么说M24是可以直接通过 你在这个物资搜集的时候 捡到 是的 NW那边已经封烟了 还是想要过去找队友 但是无奈自己被卡在了一个比较平的位置 只有延时 FGA这边应该是想要架死JT 文绍这两枪被打了很疼 对 哎 你的枪法很刚啊 时间不多啊 JT必走 其实几颗烟雾也就扑到了 那下面 对 因为现在是要底下树林的命 除了这 我们看到 在这一片空地上 什么用树的时候 我们再看这个小地图上 也是棉花糖 起来了三个四个 嗯 投铁 刚才看我们JT那边 要想转移面前 大概有四支战队 嗯 就是说你在转移的时候 会被FGA架 转移过去之后会面对King 山上山下 以及前面堵的这个King战队 KSG战队 JFGA是不想让JT安全地进圈 那个手雷挺有意思的 闹不好真有所收获 因为毕竟高 然后扔下去会有山坡 会有往下滚 对 JVGA工也是不知道车后还有人啊 现在一直在修脚尝试 我们看King战队的物资还是不错的 从医疗不及 包括被弹来看 他们的整体的物资 虽然说掉了一元 但是这个物资再继续往下打的话 优势还是能体现出来的 嗯 好 九阳 好 那么阿斯卡的这边也算独狼被打掉了 对 围绕着圣山打 就是山头 短暂的默契 一起架死山下的队伍 其实我就说啊 你别看咱们刚一直说16支队伍 然后地图大 对 你们看现在战斗非常激烈 淘汰队伍是一直在爆发 对的 现在场上只剩下8支队伍 先把你摩托车太打了 结果看了 圣山山顶的QG战队 应该是不太想往西侧摸 对的 枪法非常好 看到 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点的对方的头 刚才还说King和KSG战队能够拦一手J-Team 结果两边打的正道之后 J-Team居然没有什么事情 虽然在扛电 J-Team就在圈边 远点混就可以 对的 西南军区要刷新出来 刷到了山坡之下 我们看到从小弟从看 这个点曾经 阿斯卡的跟BA是有剧本的 而包括我们知道浩凯最后是 忍忍忍忍忍忍的握住手 其实现在NW他们非常非常的舒服 他们的阵型拉得很好的 我们看到紫兰的位置 就是杏鲍菇的位置 特别的关键 而且我们看到NW真的是空头吸脸 又给这边扔了两个空头 他们之前在这场比赛舔了两个之后 又要可能要收获第三或第四个空头 是的 这样就是说对军呢 人均就三级投了基本 QG应该是灭掉了BA 深深PV 同时拿下源头 狼牙 直接是将XT 保头淘汰 JT这边再次被高点的FGA卡住了 对 FGA应该是要做完这件事 才能进入安静区 但是他们安静区旁边不远 就是King战队 有邻居的 因为知道这边的龙几山和圣山的区别 就是在龙几山 它虽然高 但是它下坡的路是非常的空旷的 对的 而圣山它高 它有很多梯田 有梯田 有梯田去进行缓冲和防御 对 而龙几山呢 就是山坡的下面一点点 很复杂 山顶也可以躲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中间对 是非常难走的一段 现在QG战队面 整个三名队员面临队 我们刚说的问题 FGA这边也是打掉了 勾进的两名选手 对右上角有关 老猫老猫 166直接被淘汰 KSC马上跟King帖连 哇 这边打了个先手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头铁 看他头到底铁不铁 马瑞没有多铁 直接被淘汰 不过我们看到 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对 NW利用其他战队在这个交战 已经将自己的布局展开了 这一停车 懂了 声音暴露了 声音暴露 自己必须还得往前走 对 KSG我们看到三名队员 全部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身后 枪线也拉开了 天启应该是直接量 天启这个位置 被激活 而且天启是倒地 这边也懂 他的队友 艾迪呢 敢敢扶 肯定不敢过来 太难了 艾迪必须要重新找一条路 将近七八十米的路程 还是这种地形非常复杂的地方 他分析不出来 这边到底埋伏了多少敌人 这边KSG也不是那个兄弟在哪 星宝姑 又收获了AWM 我这边ID打掉一个 有没有第二个 还是没有办法 寡不敌众 在敌人城市 要能够体现的淋漓尽致 对 其实还好 这边一个树冠 真的是掩护了他们 要不然星宝姑可以一直偷的 小饼干可以一直偷 FGA目前三名满员跟QG 也是在山头形成了一个三大三 其实刚刚QG一直没有吸 吸往西边去进攻 给了FGA一个非常好的喘息 其实现在场面上四个队伍 NW QG FGA 以及刚刚的KSC 现在目前来看 NW的位置应该是更好 因为他们更天性圈中间 而且他们拉得非常的好 两两他们其实也有个赌圈的现象 哦 现在很难了很难了 就现在他们必须要合了 要不然一会儿TX跟狼牙 随便哪个调都救不了 是 就刚刚在那种跑毒 或者是上一个圈的时候 他们的阵型拉得非常好 人家有造具 他们这种兜里套出车 对 很成功 小饼干这边拉过来了 山脚下呢 一定要注意拉开一点 要不然你们特别容易被山顶的两个队伍 加了 对 因为从我们上帝社来看 对 NW头顶的三个方向都是有人的 是的 不过好消息是FG和QG这边应该是要必有一战了 对 不过KSG那边想要向下摸的话 应该是没有人能拦住他们 对 他们这几个点合在一起就可以画成一个三角形 对 立体的三角形 NW很聪明啊 第三名队员集合之后 最后就有一个圆点断后 听到声音了 深深立功了 瞬间打掉两个 不过先被补掉 小文这边有没有时间就有有有有 还好还好 他们这边有点窄 窄边 但是摸上来了皮皮摸过来看到一个补一下 两个最后一枪能不能压住压住了皮皮 其实刚刚皮皮第一时间打小文的话 直接就交代这场战斗了 60分啊 对 山顶的胜者 东侧应该是QG战队 但是只剩下两人QG战队现在14杀 不过他们 是可以进入安全区的 NW现在的局势是比较倾向于他们 因为这边上的战线分布的很开 就看现在NW他们的纪律性如何 对 如果在侧面 对 能不能绕出来 其实他们如果太注意这一侧的话 嗯 KSG可能要摸鱼了 最主要NW知道这边好多的枪声 就是他们信心地掌握的这个强度 要比其他的两队要强 因为NW在底下一直没出声 对 对 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根本没有NW的人注意那一侧 他们也会注意山顶 优先注意山顶的 我们看到NW的部署很清楚啊 两个人防着KSG 两个人防着QG 现在开始有所警觉了 随着电网的拉近 不能再等待了 基本上就要有动作了 对 而且根据现在这个电网的规则 下一个圈应该是刷在正中心 对 位置已经可以判断 所以就是一波的问题了 所以说NW的优势真的很大 因为他们有两名选手是在正中心的位置 我们看到QG战队整队已经拿到了14个淘汰 对 很多 偏向于QG这边 不过他们现在已经寸步难行了 对 QG这边如果想 就这个地方 肯定是从下往上打的 TX 没有办法从上往下打 但是注意力没有集中在这边 还想到的 再走一步他就要听到声音 对 TX应该是可以成功拿下NIKO的人头 看到他用来开枪 马了 还好 及时的补救 先补 队友那边也帮他 知道PP的位置了 但是PP如果我如果是他的话 一定会远离这些 一会就直接 PP现在只剩毒狼 所以名次比较重要 PP他现在往前走 你看到没有 这里非常的缓 这里是不能走的 刚刚NIKO那个路线才是最稳的 要从下往上走 而且 他这样过去肯定就死了 这边可以看到 枪声爆发之后 让KSG也收获到一个信息 就是那边已经交战了 他们现在可以 我们看到KSG是慢慢的往东走 从高往下走 是的 KSG跟NW都没想提前进入安全区 对 因为安全区其实那个位置 比较的空旷 是我们知道的那种 看到没有 一个大奥地 大奥地 两侧 可以包围中间的 刚说的龙脊山 下山都是很难走的 实际上这边盯着PP 但是先发现了NW这边 是的 其实KSG现在优势就在于 哇 摔了一下 PP现在也是匆忙弹行 面临着跟Niko刚刚一样的问题 哇 电话大 OK 这个 差一点 也是一枪 但是他停下来打包 可以 因为现在电网的移动速度 是非常的慢的 嗯 还好 能不能给NW造成一个减员 这也是对KSG来说 一个很大的机会 哇 真的没有办法 不能打 不能打 他刚才犹豫了 他刚才犹豫了 想再独立顶一个包 好 现在局势变成了三打四 然后三打四 低高的一个问题 目前来说都还好 就看一个正面对枪 看狙击子兰优先 打掉了17羊 这个AWM能不能发力 还是从这个武器的状态来看 对狼牙又打掉了九羊 那么现在只剩下最后一 哇 恭喜NW 恭喜NW战队 正面对枪还是有点厉害 最后一颗子弹 也是飞到了敌人的头部 而且我们看到是AWM造成的减刀弹 是的 恭喜恭喜 NW在新阵容 新阵容出击的第一场比赛 没错 拔的头丑 我们歪成走出来的战队 对 不过K 对 对 对